娱乐圈就是这样,不寻常的事总在发生,男色女爱极其平常 让我们一起盘点一下娱乐圈好色的男星吧 1.谭永林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歌手谭永林是华语乐坦界的大咖 才华横溢的他为人们贡献了一首又一首快知人口的歌曲 是不折不扣的大才子 然而,这位大才子却在男女关系方面不清不楚 如今到了晚年,七十一岁的时候 甚至还被爆出了跟粉丝发生关系的绯闻,几乎晚节不保 之前,一位ID名为《悲伤扭肉面》的网友 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三条微博 他爆料称,自己的女朋友跟大自己48岁的男歌手发生不正当关系 这名男歌手就是谭永林 谭永林当时已经71岁了,却老当义壮 跟小自己48岁的女粉丝不清不楚 如果此事是真的,实在让人汗颜 面对男子不断发泊控诉 谭永林方面不知是不是因为心虚 并未在公众面前回应此事 只是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外出散心的照片 面对评论区的冷嘲热讽,他闭口不言 事实上,这不是谭永林第一次被传跟女粉丝亲密了 早在1996年,已婚的谭永林就跟一名叫朱永廷的女粉丝爆出出轨恋情 当时这个绯闻被传得沸沸扬扬 谭永林见此事瞒不住,不得不出面承认了此事 谭永林称,因为原配妻子不能生育 所以默许了自己找一个能传宗接代的人 这个人就是小他20岁的女粉丝,朱永廷 屡次出轨粉丝,却给自己找一个看起来冠面堂皇的理由 这名老艺术家的行为令人不迟 二,钱小豪 钱小豪从小习武,且长了一张老天给饭吃的脸 虽然不是非常惊艳,但是也称得上奶油小生 因为成绩不好,没读多少书就出来挣钱养家了 加之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 参加演员训练班,然后出道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选择 他很幸运,15岁那年就顺利考入了邵氏演员训练班 只上了两个阅课,就从六七十个学员中脱颖而出 被著名导演张彻选入张家班 去拍了《少林与武当》,成为张彻的第五代弟子 只是,很快邵氏电影就没落了 他便去了洪家班 在洪家班,他遇到了正丑备僵尸电影的林正英 一连拍了好多经典僵尸电影 包括《僵尸先生》、《一枚道人》等等 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大 后来在跟TVB合作的时候 因为脾气太大,导致合作中断 不过这并没有给他的事业造成太大影响 不拍《僵尸片》之后,他开始活跃在武打片中 拍了《太极张三丰》、《精武英雄》等电影 1989年,26岁的钱小豪在拍摄《多宝俏家人》时 与郭秀云一见钟情 郭秀云是华裔小姐继君 长相有点混血儿的感觉 精致而满目风情 父亲是海洋公园老板 母亲的家族是做主宝生意的 妥妥的白富美 相识没多久,他就怀孕了 为了避开媒体 他们跑到澳大利亚秘密生子 然而这一段天类沟洞地火的婚姻 仅仅维持了三年就已离婚告终 据传原因是钱小豪出轨 离婚之后,郭秀云多次改嫁 而孩子的名字也跟着不断更改 以至于别人采访钱小豪 问他最近有没有跟儿子联系 他只能一脸无奈地说 我都不知道他现在叫什么名字 也是十分奇葩了 而郭秀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离婚的时候约定好 每个月象征性地给一元抚养费 他都没给 人长得帅 也许真的不愁美人爱 虽然风评很不好 很快他又跟亚氏艺人邱倩明相爱了 只是没多久 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 钱小豪涉嫌在超市对多名女性进行违法拍摄 事发第二天 他带着当时还是女朋友的邱召开了记者会 声称是因为意识不清醒惹事 在法庭上 因为原告没来 他被无罪释放 邱也没有追究 而是选择与他手拉着手出现在媒体面前 并一路走进婚姻 从那以后他在香港的名声一落千丈 没人找他合作 他只能接派一些网剧 或靠贩卖情怀接商业挣钱 虽共历过患难 在这段感情里依旧不改本性 被拍到与妙龄女子在上海街头十指相扣逛街 不过邱依然选择了原谅 而这段感情也一直延续至今 三 曾志伟 曾志伟如今已经68岁了 说起曾志伟 我想大家很少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 他的名声来源 一部分是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但是更多的怕是他的风流事迹 一直不停更新着我们的记忆 曾志伟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来自台湾的舞蹈团中 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舞蹈演员 这个人就是他的前妻王美华 当初刚看到王美华的时候 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追到他 曾志伟仗着自己的脸皮够厚 和啃花钱的性格 很快就将王美华拿下了 两人很快就举办了婚礼 在婚礼结束后 曾志伟没有陪同新婚妻子过二人世界 而是和一群朋友出去鬼混 一连几天几夜都没有回来 在王美华生完孩子之后 曾志伟就更看不上他了 从此以后每天都不回家 整天在外面和别的女人不亲不楚 这样的生活终于在他们结婚七年后 王美华选择和他离婚 在他们离婚后不久 曾志伟就在一个饭局上 看上了一同前来参加饭局的朱锡珍 并对他展开追求公事 在不久后 朱锡珍就被曾志伟拿下了 两人办理了结婚手续 并在不久后 为曾志伟生下了两个儿子 但是曾志伟依然不改好色的本性 他的画边事件的传言 始终就没有断过 但是朱锡珍在对这件事的处理上 和王美华截然不同 他并没有选择离婚 而是带着孩子和曾志伟的大量财政权到加拿大进行定居生活 在曾志伟好色的这件事上 他从来就不会去过问 直到2020年8月份过世 4.成龙 说起成龙 除了他的电影 给人的另一个印象可能就是他的好色 他的很多花边新闻 确实一个男人真的做到他那么成功 要管住自己的下半身实在太难 纵横娱乐圈几十年 京剧无声出身的成龙 不仅混成了圈内大哥 他的恋艳之路和香艳往事 更令无数人羡慕不已 除却现如今人人知晓的吴启力之外 其实和成龙有过纠葛的女星还不少 就比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热的女星 钟楚红 就曾经传出过和他的绯闻 据传成龙当年为了追求到红姑 甚至不惜去求师兄红金宝 把奇谋妙计五福星的女主 换成钟楚红 拍戏的时候 他更是无比殷勤地对红姑徐寒问暖 这才将这位女神拿下 不过随着成龙已婚身份的曝光 钟楚红不忍做小三 便十分果断地甩了他 林心霞 张曼玉 关志林 张子怡等人 几乎在娱乐圈中能说出来名字的大美人 都或多或少和成龙传过绯闻 以至于之后成龙上某节目时 还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当时主持人问他 多少女演员才能把你的生活记录下来 台上沾四排够不够 成龙看似很谦虚 但说出口的话却一点都不谦虚 不会不会两排半 由此可见 这位老大哥的逢流往事 绝对撑得上是一箩筐 说都说不完 5.陈浩民 生活特别顺的时候 人就比较容易飘 陈浩民也不例外 觉得自己已然是大咖了 在婚后还老招惹些小演员 觉得人家不会 也不敢拿他怎么办 可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陈浩民 马德忠等人聚餐 硬拉来了香港女演员陈嘉环 席间几人不顾女方反对 对女生又亲又抱 刚好被堆烧的狗仔 拍了个清清楚楚 事情一爆出来 业界一片哗然 事后陈浩民发文称 是自己太过好客 才没把持住分寸 可大众并不买仗 一起拍戏的 其他深受其扰的艺人 也纷纷发言指责 彼时的陈浩民如过街老鼠 舆论压力下 陈浩民不得不站出来道歉 可他却做了让人大跌 眼镜的事情 为了不同情 舒服挺着大肚子的孕妻 出席发布会 帮他一起道歉 挽回名誉 这件事情很快平息了 可自此之后 陈浩民的演艺事业 也急剧下滑 慢慢地淡出了娱乐圈 之后的每次新闻 都是因为生娃 出现在大众视野 六 马德忠 老实说 马德忠出现在新闻当中 本人并不觉得出奇 因为此行男的底实在是太好色了 当有媒体报道说 马德忠好色 曾经与舍士曼 陈慧山 郭显妮 萱萱 陈法拉等 无限当家花旦传出绯闻 堪称花旦杀手 还有一些花旦歪的猎物 未算入其中 所以之前 极品夫妻事件 爆出昔日 无限花旦 郭可颖 与马德忠 有私情 并不意外 正所谓 空穴来风 未必无音 而真相 恐怕只有 天之地之 当是人之了 最近网友的吃瓜来源 可以说 完全被明星的私生活占据 渣男评出 而在一段恋情中 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男友的劈腿行为了 今天和大家聊聊 那些劈腿的香港明星 在娱乐圈里 这些男星 他们各个性质恶劣 不值得原谅 一 成龙 作为影坛大哥大 或许和吴启力 那段恋情 是至今也不想 再为提起的 一段往事吧 但在吴启力 林凤娇之前 成龙大哥的情史 就很丰富 据成龙爆料 十一二岁的时候 就已经有三个女朋友 三个女孩都喜欢成龙 那时候还不知道 爱情为何物 对三个女孩都喜欢 十六岁读书时 有了初恋女友 可能是年龄还小 还不适宜谈恋爱 更别说谈婚论嫁 于是遭到了成龙父母 以及女方的父母反对 这段沉沉的初恋 就被扼杀在了萌芽阶段 以武行的身份 进入了演艺圈之后 通过摸爬滚打 有了一定的名气之后 成龙也有了正式的女友 带着女友去美国 机缘巧合 认识了邓丽君 阴差阳错 邓丽君还成了 成龙的英语老师 相处几个月之后 关系突飞猛进 传出了绯闻 熟料半路杀出一个林凤娇 成龙又移情别恋 爱上林凤娇 并火速和林凤娇 低调结婚 之后生下儿子房祖明 可成龙大哥的 立焰之心丝毫不减 拍戏的过程中 和不少女明星 都传出过绯闻 而最为著名的 当属和吴启丽这一段 1998年 成龙和吴启丽 在一个聚会上不期而遇 两人年龄相差19岁 当时的成龙 在演艺圈的地位 已经今非昔比 对吴启丽发起猛烈进攻 强大的爱情攻势下 吴启丽瞬间沦陷 投入成龙大哥的怀抱 一番俄罗斯方块游戏之后 成龙开心地走了 却留下了爱的种子 后来吴启丽生下小龙女 成龙出轨的消息铺天盖地 面对老公的出轨 林凤娇倒是十分大度 让成龙先安抚吴启丽 不要伤害到人家 也不要让人家伤害到自己 需要林凤娇站出来的时候 她也会一无反顾 有了妻子的大度 成龙终于如梦大赦 开机者会解释 一句 我只犯了大多数男人 都会犯的错 就将关系撇得一干二净 回头就把经济大权 都交给林凤娇 连遗产都分配好了 就是没有吴启丽 和小龙女的份 可是成龙大哥 可曾考虑过 吴启丽和女儿的感受 如果说成龙的出轨 是在桌子底下进行 那歌手许志安的出轨 就是明目张胆 摆在了台面上 2019年4月 港媒突然爆出 歌手许志安出轨的画面 在车里狂吻 十八线女艺人黄新颖 格外敬业的香港狗仔 还认真仔细地对许志安 亲吻的次数进行了记录 一时间舆论哗然 熟悉许志安的观众都知道 许志安是有妇之夫 老婆是郑秀文 销炼期间经历过多次 分分合合 才在2013年修成正果 当时两家的粉丝们 纷纷送上祝福 郑秀文还感慨 婚姻来之不易 每一对夫妻都应该 珍惜和努力守候 可是谁料到才几年 许志安就管不住自己 出轨黄新颖 而当时黄新颖 也是有男朋友的 也是香港知名男星 出轨时 黄新颖已经和马国民 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在道歉会上 许志安胜泪俱下 将过错都抛给了黄新颖 甩锅说 那天喝了很多酒 起了色心 非常后悔 可惜性的网友发现 其实许志安和黄新颖 早就暗度陈仓 黄新颖是许志安的小迷妹 通过朋友介绍之后 认识许志安 上演一场粉丝 飞蛾扑火的戏码 可惜老婆郑秀文 一直蒙在鼓里 直到许志安被港媒曝光之后 才后知后觉 奇怪的是 在得知老公出轨之后 或许是为了维护老公的面子 不想撕破脸 郑秀文选择了原谅 还帮助许志安付出 事情深似海 还是有苦难言 也只有当事人才知晓了 3.徐少强 徐少强的复杂风流史 精彩剧情 堪比八点弹狗血剧 徐少强年轻时 在股票市场当一名会计 后来因为外形出众 被星探看重 17岁时 考入少事电影公司当演员 1967年 徐少强参演了 香港第一部票房 上百万的电影 《独臂刀》 自此正式出道 70年代香港流行武侠片 而徐少强面目坚毅 人高马大 气质枭雄 十分适合出演武侠片 成了当时影视界 一颗冉冉升级的武侠新星 1975年 徐少强25岁 和第一任妻子张晓凤结婚 但不到四年婚姻破裂 离婚不久 便和第二任妻子和书婚 喜结莲礼 剩下了长子徐一东 但因为两任妻子都是圈外人 所以外界熟知的不多 讨论度也不高 徐少强情史里 被外界津津乐道的 还属他和雪梨 长达五年的感情 雪梨大家应该都熟悉 米雪的亲妹妹 她演过许多 筷智人口的角色 如《天龙八部》中的康敏 《寻情记》中的赵雅等 1982年 徐少强和雪梨 因在泰国合作恐怖电影 《养鬼相识》 当时徐少强已有家世 但他刻意隐瞒了雪梨 并对其展开疯狂追求 虽然徐少强本性风流 但他性格和善 亲切 是圈内公认 17岁的雪梨 很快沦陷在 徐少强的温柔中 等到雪梨知道 徐少强有妻儿一世 自己已生有一子 徐伟洞 之后几年和徐少强 都是地下情 1985年 又为徐诞下了一女 徐颖昆 虽然雪梨一直被外界抛击 说她是破坏人婚姻的 无耻小三 但她执着相信 徐少强对她的承诺 离婚后将她明媒正取 1986年 两人原本计划结婚 但就在签字当日 徐少强竟然说 自己忘了带离婚证书 婚礼只能作罢 经过此事 雪梨彻底看清 七年的感情 她的真心终究是错付了 随后她心灰意冷 带着孩子远赴温哥华 投靠姐姐米雪 彻底断了和徐少强的纠缠 雪梨的离开 不仅没有让徐少强 反省到自己的薄情 亦或是一心对待自己的原配 相反 2005年 跑到内地发展的她 和自己小30岁的女性 谈了恋爱 童年结婚 据悉在结婚之前 女方就为徐少强 生了第四个孩子 并于2011年 再带下一子 怎么说呢 这足够打脸那句 忘带结婚证了吧 徐少强哪里是忘记 她就从未下过决心要带来 无非是为了自己的父亲 找个借口 最迷惑的是 很多年后 雪梨回忆这段感情称 从生孩子到分手 都是我来做决定 她没有发过言 但徐少强不认 反而出来卖惨 表示 当时自己事业处于低谷期 生意失败 本该能在家庭中寻求安稳 不料雪梨 却带着女儿远走高飞 使自己变得一无所有 甚至一度想过亲生 这话真的是又好笑 又令人愤怒 一个婚姻观不羁的人 却在失望于情人的离开 4.温兆伦 1989年 丁有康这个角色 成为很多观众心中痛恨的角色 甚至觉得 饰演者温兆伦都有点可恨 这样的效果 她的事业走向巅峰 温兆伦因此大火 这年温兆伦刚刚25岁 事业一直顺风顺水 忽然有消息爆出 她和港姐李美玲闪婚 两个人结婚后非常甜蜜 温兆伦成为当时 很多男人心中羡慕的对象 不仅有事业还有爱情 妻子还貌美如花 1990年 《我本善良》播出后 温兆伦的坏人形象才有所改变 这部剧中的齐浩南 也成为温兆伦的经典角色之一 在外人看来 这段婚姻是最合适的 可实际上 他们没有甜蜜多久 温兆伦就被爆出出轨 四年的婚姻就此破裂 当时有人爆出 温兆伦的出轨对象是陈梅兴 陈梅兴也是一个港姐 只不过落选了 这次事情影响到了温兆伦的形象 但是和陈梅兴分手后 温兆伦的人设彻底崩塌 和陈梅兴分手后 他们两个因为分手费 闹上了法庭 女方说是男方要和她要分手费 男方则是说女方借她的钱 双方僵持不下 温兆伦一时间成了舆论的重点 纷纷不想再看见她出演的任何剧 原本心徒璀璨 结果前途尽毁 在温兆伦备受指责期间 潘燕妮一直陪伴在侧 两个人还关讯了恋情 没多久就结婚了 潘燕妮以为温兆伦这次会安心地过日子 显然她想多了 结果没过多久 温兆伦和郭谢妮就传出了绯闻 后来她和潘燕妮投资了一个项目 亏了好多钱 温兆伦转头就抛下潘燕妮 逃避了责任和郭谢妮在一起 潘燕妮这才知道温兆伦是什么人 两个人的婚姻也算告一段落 同时她和郭谢妮的爱情也没有走到最后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